我們今天要來講的是 聖年宮的三寶心法如何羞恥精進 因為我們最近來度中整個月的度親越來越多 在整個月的過程當中 是有教你們怎麼做這個三寶 第一就是說我們在打座的時候 可以打這個金剛手印 這個金剛手印 第一就是你的左手的拇指打開 讓你的右手握住你的左手的拇指 然後左手抱住你的右手 然後放在你身體的腳的地方 最輕鬆的地方也不必抬高 也不必用力 就是很輕鬆的放下 就是全身放鬆的那種感覺 不用刻意把手說要抬起 抬到什麼渡息什麼 其實這個是不必的 這是不必的 第一就是第一 那麼我們各位度親 你們整個月之後 因為你們在度中 我們度中因為人所的關係 所以我們度中都是用這個椅子 以正經為座 像這種座法叫做正經為座 正經為座 這個座法就在加持三寶 但是你們在家中在座的時候 你就不一定要以正經為座 你如果在家裡的時候 你如果要盤坐 看要如意坐 金剛坐 或者是說蓮花坐 或者說自善坐 這個都隨你自己的身體狀況去調節 何為隨自己的身體狀況去調節 因為有的人 你如果比較有受傷的人 師傅是沒有建議你過度的盤坐的方式去打坐 因為這樣子可能你的傷會更嚴重 再加上痛的話 可能你也沒有辦法專注 所以你出來打坐 什麼方式最好 其實事物經常說 打坐其實不在姿勢 各位要注意 所以打坐絕對不是在姿勢對不對 而是在你的心 也沒有辦法讓它靜下來 這個才是重點 就像以前達摩在 我們也看過電影達摩傳裡面 不是有兩個和尚在裡面打坐 達摩問從裡面打坐幹嘛 他說要成佛 達摩就拿石頭在那邊抹問兩個和尚 兩個和尚問達摩你幹嘛 我說要把石頭磨成鏡 那達摩回那個兩個和尚就說 打坐怎麼可能成佛 所以根本 所以達摩回那個兩個和尚的一句話說 修行要從根本修起 何謂根本 自性就是根本 自性就是根本 釋迦牟尼有說 修行如果不入本心 修行無意 何謂本心還是自性 六指跟釋迦牟尼有講 修行若不入本心 修行無意 所以打坐的姿勢其實是 讓你自在 輕鬆 感覺自己在打坐的過程當中 輕鬆就好 你在家裡可能 有地方比較方便的話 你要用乳翼座或者你的手腳軟度夠的話 你要用金剛座或者蓮花座或者是半蓮花座 或者至善座都可以 都可以 這樣各位了解 你隨心所意 但是上半部以上 就要如果你們有歸一的地質 那麼師父就是要希望大家能夠一三寶下去做 那上半部以上就是第一我們所印 就是金剛所印 然後放在你 不管你是用什麼做姿勢 就是放在你的腳的上面最輕鬆的地方 感覺就是手不會抬高也沒有感覺也不會有壓力 不會有壓力 然後呢 打坐的時候呢 第一 因為我們有開過你的玄關 所以你第一你眼睛閉起來說你的意志力要鎖在玄關的地方 鎖在玄關的地方 那打坐的時候舌腿一定要頂上二 一定要 那頂上二不用很用力的頂 就是微微的頂 感覺不用刻意頂到說有一點辛苦這種感覺 不必 就是你在頂 就是在我們的尺 這個牙齒的後面就可以 微微的頂 感覺輕鬆就好 不用頂到很用力 這樣各位了解 那當你手手頂上二眼睛閉起玄所玄關的時候 你可以深呼吸 把整個身體給拉直 把整個身體給拉直 然後吐氣的時候 從你的頭 你觀想從你的頭部開始一直放鬆 一直放鬆 但是在放鬆的時候 你的身體不要跟著放鬆也跟著歪掉 不要這樣子 你雖然是整個在放鬆 但是你的身體要保持垂直 保持垂直 所以我們深呼吸這個作用 其實最大的作用是在調整姿勢 調整姿勢 調整你的坐姿 讓你的坐姿能夠更平穩 如果你第一次調得不好 你也當過一次兩次 把你的坐姿調到你感覺 好像這樣子調到你坐姿不會覺得左邊矮矮的 跨矮或者右邊矮矮 或者好像會往後傾 或者往前仰 這種感覺出來的時候 你就是要繼續把它調好 調到你感覺你做的是很平穩的 沒有什麼障礙的 那開始下一個動作就出來 就開始默練阿姆迷路 那你要先把調習姿勢給調好 再來做下一個動作 各位要了解嗎 所以這個感覺的時候就是 當你一所閒關你姿勢都調好的時候 你要默練阿姆迷路 那默練阿姆迷路是怎麼練 因為你剛在修行的人 你的氣可能會出 有時候會快 會很快 有時候會慢 有時候會快 呼快呼慢 呼快呼慢 所以這個時候你可能在 默練阿姆迷路火的時候 可能會因為你的呼吸快慢 你會練得比較不順 會比較不順 那比較不順 師傅會教你們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你吸氣的時候 你就不用練 吸氣的時候你就不用練 吐氣的時候開始練 南阿姆迷路火 那個佛字是最後一個字 把它拉到你的氣全部吐進為止 這樣了解吐進為止 這個跟直觀的方式修行 有一點一樣 有一點一樣 然後如果你在修習 用南阿姆迷路這個字 練到你覺得你慢慢已經心裡穩定了 感覺很穩定了 那時候你的意言 所謂意言 我們講所言 也可以講意言 所言跟意言就是 你要把所言跟意言 就是要把你的意志力集中在某一個點 就是像孔子在 在儒道裡面講一句話 說當我們一所賢觀使 一所賢觀使 唸得要不虛於你 大道便成也 就是說不虛於 虛於的意思就是分秒不離的意思 分秒不離的意思 就是說你一所賢觀 那個意言就是你的意言 其實就是你的專注力 跟你的專制鏈 不要移開 就鎖在那個閒觀的地方 不管你在鎖住閒觀的地方 可能慢慢會有一到你的自信光 會陷在你的前面 你不要因為陷那個光 產生好奇 去看它是黑色的白色的 或者什麼色的都沒有關係 有些人說看到綠色的黑色的不好 那也沒有關係 因為你初修的時候搞不好一些因果 只要你方法對 你那個自信光提升起來的時候 那些自然會消失 自然會消失 怎麼消失 就是被你的自信光給鍍鎖了 那個也無所謂 這樣了解嗎 那是比較輕易的 其實可以靠你的自信光 可以直接把它鍍鎖 可以把它鎖鎖 那嚴重的話 搞不好你修到一段期間 就會像我們的道親 可能打坐到一段期間 來這邊就會 恩親在主陷出來 那也沒關係 因為我們道中 就會替你排解這些因果 這樣了解嗎 所以你在休息三保的時候 這個藥靈一定要知道 當到你已經 預守在那個光的世界的時候 那你就不必再練 南無彌勒佛 因為你的心 要達到極淨心的時候 是要進入無念之念 何謂無念之念 就是意識心保持一個清靜 依言所言 專注在那個點就好 在那個點 點的時候 因為你已經默念 南無彌勒佛 已經在你的意識裡面 已經有產生那種什麼 那個練佛的意識 意識念在你的第八意識 其實那個時候 就算你沒有練 南無彌勒佛 可是你的氣勢 會隨著你那個節奏在走的 只是會越來越慢而已 會越來越慢 甚至慢到你的呼吸 會感覺越來越慢 各位如果你有心臟病的人 當然你要去檢查一下 如果你的藥也在吃 或者說你先天根本沒有心臟病的人 其實你打坐 感覺到你那個氣會 越來越慢的時候 只要頭不陰 要清楚最點要記住 頭陰就不對 頭陰可能就你的心臟有問題 只要頭不陰 你那個氣越來越慢的時候是正常 這表示你越來越靜 越來越靜 越來越靜 靜的是你的氣會越來越細 越來越綿 所以你們有時候到經的時候 你在打坐的時候 那個氣會什麼 會綿綿細膩 有沒有 綿綿細膩 表示你的氣會越來越什麼 越細 那越細氣就會越長 所以我們講打坐氣越長 會越好 就是說你吸氣會越長 吐氣也會越長 等於說你本來吸氣吐氣 搞不好是30秒就完成 那你有可能吸氣吐氣 後面會變成5分鐘才完成 各位這樣子就變得很慢了 甚至於會到10分鐘 甚至於到20分鐘 像師傅入定的時候 感覺就那個呼吸好像就沒有了 完全沒有了 那個有時候如果你會害怕 就有時候會覺得 是不是有問題 那注意一點 當你的呼吸 你的呼吸變慢的時候 你們就不用緊張 如果會頭陰 那就不對 那就可能就是你的心臟有問題 這樣了解 因為心臟有問題 因為心臟有問題 會產生缺氧現象 這表示你心臟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的頭不陰 是非常清醒的 那就沒關係 這樣各位了解 所以有時候你的呼吸變慢的時候 你們就不用緊張 但是如果真的頭陰的很嚴重 那就要小心 那就不要硬再打坐下來 那表示你可能你本身在打坐的時候 可能你有些氣脈在衝脈的時候衝不過去 衝不過去的時候 其實修行還是要配合中醫 以前的修行人都有配合中藥草在修行 所以很多修道人才會留下現在古今留下了很多藥草 這都是修道人留下的東西 你看以前的神龍 雨仙 其實他們都留下了很多 其實為什麼 其實這個都是在打坐的時候 遇到問題的時候 他們透過藥草在治理這一些有先天疾病的人 在修行過程當中所產生的一些先天疾病 配合中藥去解決這個問題 這樣了解嗎 所以你如果打坐的時候這個氣脈的時候 頭陰 那就不要硬讓它過度的這個脈下去 這樣了解嗎 那最好還是要去看醫生 如果能夠保持清淨 頭不陰 那你可以繼續讓它入定沒關係 因為到這個時候就很容易入定 很容易入定 這樣了解嗎 你就繼續讓它深定 因為你那個一眼所言只要守得住 不要再有妄想起來 這個時候心中不用恐懼 沒有害怕的時候 其實它就比較容易進入深定 因為你開始氣也綿長的時候 其實你的意念已經是 妄念比較不起的時候 你的氣才有辦法綿長 如果你的思緒太亂的話 其實你的氣是會跟著你的思想 煩惱是定不下來的 是定不下來的 各位要清楚吧 所以你在做休息三寶的時候 你如果想到這個中間 你要讓它 慢慢的讓那個氣越來越順 所以當你能夠靜下來的時候 那個念佛的那種念就可以把它停止 停止有些人會 你的意識心會自己念佛 那就讓它隨順 讓它隨順 這樣了解嗎 就是講 這就好像正透說了 念佛念到進入三寧 何會進入三寧 進入三寧就是進入無念之念 無念之念就是說你本身沒有在念佛 可是你的意識心已經在轉動那個念 在轉動那個念 轉動那個念 你的整個呼吸的磁場 就會跟著那個節奏在走 節奏在走 它會越來越慢 會越來越慢 這樣了解 這跟昏緩經帝說 道本主人最清真 何悲悲心穩秋天 道本自然常清淨 何須慰神映昨天 就是說當你氣已經順的時候 其實你是不用刻意去引導這個氣的 叫做何悲慧神映昨天 這是昏緩經裡面一段非常重要的記載 各位了解嗎 所以我們很多收音人 收到要入定的時候 還用倒氣的方式 這是不太對的 因為你這樣子你還是有執著 還是有妄念 還是有那個念在 那個念在頂多讓你修到一個異界定 所謂異界定就是 你還是有欲望的定 那不是真正的長疾靜心的定 不太一樣 各位 禪定有分類異界定 色界定 無色界定 再來是破無色界定 就是四禪八定裡面 有分類異界定 色界定 無色界定 破無色界定 那破無色界定 都要像剛剛師父講的 到那個時候的時候 你要去注意 當然你的身體狀況 你還是要注意一下 這樣了解嗎 如果意識清楚的話 那你就可以讓它繼續伸定下去 伸定下去 但是如果頭陰很嚴重 那你還是要去檢查 還去檢查 各位了解 所以收閃也要老鼠咬 不然盲目的修禪還是 還是會有危險 各位不是沒有危險 這樣了解嗎 各位你看連修禪 都要注意這些動作了 那修靈更可怕 了解嗎 靈如果沒有一個老鼠插 靈光連這麼靜的禪 都有很深的技巧 跟要去注意的地方 那靈的世界呢 聖靈光的三寶心法 有在修自性靈的世界 何謂自性靈 各位 自性就是講我們的本心 就是佛教講的本心 自性靈其實是講我們的本心 我們聖靈光雖然有會找一個 找一個指導靈在旁邊幫你教 可是各位 你有看到聖靈光開來的靈 跟做動機不一樣 因為一般你會有動機 你的意識會非常的暈眩 甚至於意識會非常的模糊 是不是 簡單說來說 你叫靈滑到的時候 你的意識會 差不多70%甚至於更高 是沒有意識的 那聖靈光的自性靈開下去的時候 其實是有70%以上 你的意識性是非常清楚的 反而是你的指導靈 可能再占20%至30% 在旁邊協助你而已 所以我們現在在開主性靈的時候 各位注意到 不像人家做動機 靈流下來的時候 在那裡這樣 如果要拿的時候 在那裡這樣 寫得瘋瘋瘋瘋 我們這裡就不會 就不會有這種現象 不管是沒有經驗的人 也不太會有這種現象 反而是有照過204的人 會不會有這種現象 反而多減更有這種現象 如果你看我們在開度 這裡開很多度 完全不怕 你看 十五拜三開一個師姐的妹妹 你看他爸爸以前走203 走很久 他不怕 你看他來就來氣住了 你看 對吧 那就是真正的自性靈 但是你有走過203的人 手給你開的時候 你是自性靈 還是 以前你的203你會比較搞不清楚 但是搞不清楚 手給你分 給你一點 你如果感覺你的意識心 越來越清楚 那就是會慢慢回歸到本心 你如果靈 亂來的時候 你的意識是很模糊的 那就是外靈 外靈不一定是不 各位 起天神也算外靈 只要不是你的自性靈本靈 不管是起天神 還是閒天指導靈賴 如果他的靈氣超過80% 在你的身上 那個都是叫做外靈 都叫做外靈 講得清楚嗎 那我們這邊剛好相反 你有可能有70%以上是清醒的 清醒的 只是你的身體會不由自至的 有些靈氣的動作出來 靈氣的動作出來 這樣可以了解 所以修本心 修自性靈是比較安全的 為什麼 因為比較不會被外靈干擾 再加上 如果你的道光穩定的時候 因為我們人在修醒的時候 我們的身體會越來越提升 我們的陽剛之氣 陽剛之氣 各位了解 那你的陽剛之氣跟陰灼之氣 它剛好是一種相反的世界 比如陰灼的世界 所以它如果你的身體是比較虛弱的時候 這個陰灼之氣就比較容易靠近你的身體 但是相反過來你的身體 如果陽剛之氣越來越大的時候 這個外靈就算希望你度它 它進到你的身體的某一個距離的時候 它就不敢再進來 為什麼 因為你的身體的能量很高 它靠近 因為它是屬於冷的世界 它沒有辦法靠近你的身體 這樣了解嗎 它是完全沒有辦法靠近你的身體 所以各位導演 你如果受到越來越穩定的時候 獨一力完全接觸 完全接觸 因為它會跟在你的第八意識裡面顯現 這個是另外一個世界 不然如果你沒有什麼因果的靈 就不容易來干擾到你 不容易來干擾到你 各位要清楚 所以我們的三部主性靈在修 自己在肥靈差別最大的所在就是 當你依三部身體在修行的時候 你的身體是會越來越清淨 越來越清淨 那麼有的度親 你來這裡整個月的時候 可能比較重要現前的人 比如說像我們這個廟文師傑 或是其他有幾個數字的身來這裡 你看他們剛來的時候 都是很嚴重的一些靈臟問題 這個可能有時候要讓你自己透過打坐 去提升到你的能量場 足以去排檔這些外靈的時候 可能需要一點時間 因為你的身體長期被站的時候 你的身體已經虛弱了 那就要靠指導靈來協助你 像我們師傑後來有一次在線的時候 我們密的周書就跟他說 來 讓菩薩來給你帶去 再分替一下 結果他經過那一次稍微訓題一下 整個人就變了 比如說什麼呢 我們的聖天指導靈 因為我們聖年宮這裡不在聽中天靈 何會不在聽中天靈 就是說 你看我們這裡無論 你以前是領官聖帝君 或是什麼領王爺公 媽祖或什麼 我們這裡都會把它晉升做 所以他如果有限制我們就行 我們這裡如常大部分 我們都會請五廟來幫你們做圓 南廠都會請五百路犬來做圓 五百路犬都是依祭公 外乎的名稱 祖祭師傅項良好 或是三清道座 才比較显天的這些仙物 來幫你做圓 因為聖年宮這個所在是有一個天秤的土地 所以我們在工的指導靈神 都有經過半杯 也不是跟師傅講的尊神 所以能量場都是很有磁場的 所以你透過身體在處理這個療障的時候 速度就會很快 等於你先借你的指導靈的力量 來排解你的療障 我現在提示你們就比較容易懂 慢慢當你的身體穩定的時候 你在靠自己修行的時候 就比較容易 不然你的療障如果沒有排除的時候 有時候你每一段在做什麼 就是人家說 天天堂堂也要到我都還繼續 繼續靈靈去 各位了解 所以來這個道場 共修最好的所在就是 第一 聖年宮的三寶心法 是從自性靈的世界去提升自己的靈性 雖然看起來跟靈修是有一點 外行人看作是一模一樣 但是當你們在交談 如果來的人 如果是在交談中去了解 你這個靈修的過程的時候 你就發覺不一樣的 因為被外靈侵入的世界 跟自性靈所在修的世界是不太一樣的 不太一樣的 那自性靈在修行 有一部分可能要很重要要注意 就是我們的知見要注意 我們的第一件要注意 第一件要注意 第一件是我們的觀念 觀念跟想法要注意 他什麼呢 因為外靈跟你外外是好的 你的分別清 可是你就是依照他的想法在做 對不對 但是自性靈就會跟著你的秉性跟習氣在做 所以我們在修行就是要修轉我們的秉性跟習氣 我們來途中 共修最重要的地方就是 要來修轉我們的秉性跟習氣 講得清楚嗎 我們的秉性跟習氣 如果可以越來越清淨 我們的秉性跟習氣如果可以越來越安定 我們的知見如果不落入誰知誰見 不攀比不共國我慢 你的自性靈就會越來越清淨 越來越清淨 再加上你以三寶心法再做禅修入定 因為師傅跟各位講 在你們的秉性還沒有完全達到一個境界的時候 你頂多入到無色界定就很高了 你要入到破無色界定是困難 為什麼 因為會被你的秉性習氣障礙到 這樣了解嗎 所以禪宗才會講一句話 要入深定的時候 連最後一念都要破 才能夠入到深定 何會最後一念要破 這個是秉性習氣 念就是從秉性習氣來 跟知覺來我們的思想觀念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在修禪定的時候 知見見解很重要 所以平常是要來道場聽經文法 是要來了解師傅 跟師傅在道或是求道 或是在學生這個過程中一些經驗 拿出讓我們的學生去做成果的時候 會減少你們很多障礙 釋迦牟女一生講經說法是講什麼 講他成道的經過 讓他跟他修行的學生依法修行 是不是 不是 兄弟今天修也一樣 修的三保心法修自己有應徵過 修自己有在子官裡面有入定過 再加上修這個三保心法裡面 可以跟子官結合在一起 把這種禪定的境界講出來 這一般靈散道場是沒辦法說出來 靈散道場就是告訴你 靈散道場就告訴你 你待會在那裡坐 待會有什麼人來跟你說 什麼人來跟你說 頂多講到這裡 不得了 可是一點作用都沒有 為什麼還是落入在各位 還是落入在像 還是落入在像 為什麼落入在像 各位 神通的東西是落入在像 什麼像 當你有神通練起來的時候 第一你會想什麼 比如說你的指導 你的偉人外面照頂三公 你的主是觀音 你第一 就會落入在觀音像的世界 對不對 然後從觀音像裡面 又落入開始追求什麼 通靈的世界 對不對 一直一直下去 一直下去 各位 從著像一直落入在陰生世界 落入在我子世界 其實是越陷越深 越陷越深 讓你的清淨心是 離清淨心越來越遠 所以釋迷越來越遠 所以釋迦摩尼有在講 如果以眾生這樣 受著像我像 見我不能見如來 這個如來叫做什麼 本來的面目的意思 如果眾生修行 如果落入在這個像的世界 是沒有辦法 靈心見性的 靈心見性的 叫做不能見如來 所以靈修有大部分的人 其實是著像 其實都是在著像的世界 各位 既然靈修很多 都是落入在這個 極上的世界 你認為他們有辦法成就證透 答案已經給各位了 答案已經給各位了 各位清楚了 所以生靈修有三部 雖然有在講自生靈修 但是我們所講求的是 自生清淨的世界 這是重點 這是重點 如果你落入這個 心通不會的修行方式的時候 就落入著像 甚至於著像迷幻的世界 著像已經蠻嚴重 這落入迷幻的世界 那更嚴重 這更嚴重 因為整個知見都攜知攜見 攜知攜見 整個知見攜知攜見 對你的修行有沒有幫助 好 再回歸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 道場的主持人 還是負責人 如果你自己 修行是落入在這個世界 你以你的方式去講給你 跟你一起在道場修行的人修 他會照著你的方法在修 那這樣是你到底是在盜人還是在害人 各位清楚了嗎 你方法不對就是害人 方法對才叫做度人 因為你引眾生如果可以走入清淨心 才能夠走入超生鳥死的世界 但是如果你印度重生在濁相 甚至於落入神童米的世界 那你是害眾生的靈魂迷失的更嚴重而已 更嚴重而已 這樣的時候到底你傳這個度 你也說是無娘來講 其實師父都會講 如果是一個真真正的無娘 就是參加師父這樣一樣 以前師父還沒敵到三寶的時候 師父也是真經走過零三 那時候生日落的時候 也說他三千度 總共師父也是無娘 對吧 可是師父從入定以後 見到的母娘跟那個世界的母娘 就有兩個世界 同樣一個人 不一樣的世界 所以靈性的提升 在個人的修為很重要 所以師父不然才知道 要接到神天靈 你要有江湖 不然師父給他看一看 你如果接到起天比較正多 你就算福保真好 為什麼呢 因為仙天靈都是敵度的仙佛 都是得到的仙佛 那得到的仙佛 是整個磁場是近虛空騙法界 本不理智性 所以釋迦摩尼才會說 眾生皆有佛性 釋迦摩尼講的一句話更貼切 眾生皆跟我同一法身 這是一個可能為人 對修園比較不了解的人 會聽比較沒有這句的意思 同一個法身 何謂同一法身 就是眾生如果入定的時候 其實你的法身世界 跟釋迦摩尼的法身世界 跟諸佛菩薩的法身世界 是同一個法界 那有沒有離開自信 沒有 但是話講到這裡各位就要小心 如果你沒有這個境界 你如何跟它相應 所以釋迦摩尼佛才會講自己什麼 這個釋迦唯有佛之佛 為有佛靈地佛 一切眾生皆無法了解佛的境界 為有佛靈地佛的境界 雖然外面有很多靈山在驚在修靈的人 都說他領奉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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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領奉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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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 風範 過程 或者是對修行的方法 都疑問三不知的時候 你覺得這個人有沒有修行 就是因為沒有修行 才會疑問三不知 對不對 師父雖然學歷無關 高中在國中而已 但是你看師父在這裡 講經 尤其要講止觀 講禪修 都講得粒粒在 都是經驗談 何謂經 何謂經 各位知道什麼這個經嗎 師父母娘來經典 講到這裡經 經對嗎 對不對 什麼這個經你們知道嗎 這句話真正的意思 什麼這個經你們知道嗎 經 譬如說釋迦摩尼流下來經典 譬如說金剛經 釋迦摩尼有金剛經是在講什麼 我跟你講釋迦摩尼有講了那麼多經典 真正的可以讓眾生找到心法的 真的可以讓眾生體悟心法只有兩部經 第一就是金剛經 第二就是波羅蜜心經 那各位 波羅蜜心經就是講 觀之在菩薩行星波羅蜜多時 遭見無印皆空 射繼續空 空繼續射 這個世界就是在講本心的世界 對不對 金剛經講 應無所住生其心 也是在講心的世界 對不對 這一兩部經都是告訴你 修心人要從本心修起 離本心無道可求 是不是 這一兩部經才是心法 叫你要從本心修起 其他的經典都是在介紹他的修行的過程 叫做經 經就是經過的意思 釋迦摩尼說金剛經的時候 就說我曾經 在那裡顧得好 顧得好 顧得好 先了解 要注意一下 注意就好 這樣才不會被我打 這樣 各位 世紀妹在講金剛經的時候 就是在講 它是用什麼修行方式 達造金剛經的世界 這樣了解嗎 那麼波羅蜜心經 其實是基礎禪修的世界 基礎禪修的世界 就是叫你修禪的人 你要以波羅蜜心經的內容 觀自在菩薩行身波羅蜜多時 朝見五印皆空 對不對 觀自在就是講 我們在修行要內觀自性 讓我們自性清淨自在 魯家講的率性 觀自在菩薩不是在講觀世音菩薩 很多人都以為觀自在菩薩是在講觀世音菩薩 這個是錯的 觀自在菩薩就是在講 止觀的觀 絕造自性的意思 讓你絕造什麼 絕造你的五印 五印就是什麼 貪真吃賣魚 對不對 在你的起心動念中 起了什麼作用 當你觀到貪真吃賣魚 在你的心念中念念起的時候 那個叫做眾生 要如何化解你內心的眾生 所以空就是色 空 色就是空 當一個修行人能不能說 空就是色 色就是空 那色空到底存不存在 存在 各位修行人肚子餓時候要不要吃飯 那色在不在 色是一切物質的現象叫做色 存不存在 存在 但是空在不在 在 只要你不执著就在 對不對 只要你不执著就在 但是你执著就不在 這樣聽懂我的意思了嗎 所以空就是色 色就是空 你修行人 像今天天氣暖 你要不要多穿一件衣服 你不能說我現在是空就是色 我現在天氣冷 我不能执著我要穿衣服 對不對 空就是色 我現在肚子餓我不能吃飯 這樣對嗎 不對 所以色空 同時存在不存在 存在 各位注意 存在 只是當一件物質現象出現的時候 我們要能夠達到延期性空 我會延期性空 比如說我肚子餓的時候是不是延期 那我吃飽的時候要不要再去執著 哪怕 他剛才那種很好吃 是這個人工又來 那叫執著 對不對 是不是 我們吃飯是為了肚子餓來吃飯 而不是為了什麼 為了那個醋味在吃飯 就是六處 落入這種六根六處的世界 對不對 那如果不落入六根六處就是歸空 延期 延期的延在不在 在喔 所以有延期才有性空 各位了解嗎 是不是 那這個性空就是不執著的意思 那很多人 當物質現象的時候 會不會落入在物質現象 沒有辦法套脫物質現象 那我們在迫持這種修行 就是要斷一切物質現象 那物質現象斷是不追求嗎 不是喔 比如說你今天是一個生意人 師傅說叫我不行貪 我生理做太多貪太多錢是不是貪 錯 福報隨順而來的福報 都不叫貪 這樣了解嗎 貪是當你福報沒有的時候 你過度的在追求 那叫做貪 你說人家就存幾個月 人家買一家便宜三百萬 對於來說就 不用去借錢了對不對 我們家裡就沒辦法 我們去買一家車三百萬 要不要借錢 要不要 要不要辛苦 要不要辛苦 人家存幾個月買一家便宜三百萬 會不會辛苦 不會啦 是不是 從新的世界在分析 你是一個有福報的人 當物質現象在的時候 你是不會有起心動念的煩惱 像出現的時候 這個福報 這個引起 它是不是執著煩惱 不是 但是當你過度的追求 那就不一樣了 對不對 你過度的追求會不會煩惱 對 那我們講延期性功 就要講這一塊 這樣 實物本來融入生活法 各位就更容易懂 這樣清楚了嗎 所以空繼續射 射繼續空 那空射存不存在 存在 各位不要害怕人家說 你修得不好說 空射 只要空射不能存在 那錯 錯 射不存在 你怎麼知道空是什麼意義 各位聽懂我這句話嗎 射不存在 你怎麼知道空是什麼意義 那我們這個射 不是講男女之間的關係 叫射 其實釋迦牟尼講的射 是一切物質現象 叫做射 這樣了解嗎 那物質現象 這是我們生活中的 種種源起 對不對 這種你說 我們在生活中 有沒有存在 一定存在 最基本的就是 我們肚子餓一定要吃飯 存不存在 存在 存在 生病要不要看醫生 修心臉說 師父說修心臉不能看醫生 對不對 只要打坐就會好 真的嗎 真的有病要看醫生 大家了解 不然剛剛師父講說 你們打坐的時候 陀陰就要去看醫生 為什麼 就是有病嘛 對不對 有病要不要看醫生 所以我們修行人 要在因果中去探討色空 那色與空其實同時存在 所以今天我們在以三寶心法 修行的過程當中 你只要守意 讓你的意念清靜的時候 最後要回光返照 各位道親 打坐 這句話一定要聽進去 要不然你所修之禪 通通叫做盲禪 你以為你打坐定了 專注了就是 就是成就錯了 如果你無法 結照自性的念念所 念念所言 起义和因 其實你是沒有智慧的 所以我們講 子為定官為慧 子官裡面有一句話講 子為定官為慧 這個官才是重點 回光返照 當你在專注的時候 要開始從定禪走入動禪 動禪就是意念要回光返照 怎麼樣回光返照 要去結照你所有的元起 的念 因何而生 因何而滅 結照到的時候 你要懂得去處理它 化解它 或者去參悟它 最後能夠明白一切真理的時候 達到明心見性 叫做明理見性 明白一切道理就見性了 你如果沒有參因果 你會不會明白一切道理 不會 所以如果你在打坐的時候 你才入在義界禪或者是色界禪 無色界禪 無色界禪 無色界禪還算是滿高的 義界禪就是說 你打坐得很好 但是無印完全不理 無印都在 這樣了解嗎 無印不理 你就跟環夫一樣 你一旦打坐起來 你跟環夫都沒有什麼不一樣 只是你打坐的功夫 比人家好一點點而已 你的慾望心都在 搞不好更旺 對不對 為什麼更旺 尤其靈修人會更旺 為什麼 追求神通 跟沒有時候作為靈修人 搞不好會更旺的去追求神通 那追求神通是不是落在義界 是喔 各位了解 所以修神通的人 頂多在義界禪而已 各位義界禪來講是沒有得到的 各位要了解 是無在乎因為 心無離開貪真吃賣魚 沒有離開貪真吃賣魚 這樣是你收這個閃 就沒意義 所以師父稱之為跟各位講 他叫做盲禪 什麼叫盲禪 盲目的打坐 不知道回光返照 對不對 回光返照就是什麼 打坐不忘藏屍己過 當你結照所有的緣起的時候 你就會發起所有的因果 因何而生 因何而媚 甚至於可以觀照到三世因果 念念你都可以觀照到 當你甚至可以 像釋迦摩人在經典有講到 他可以觀照到他裂世的因果 哪一世做什麼 哪一世做什麼 各位在經典應該有看過這段故事 對不對 就叫回光返照 也可以講宿命通 也可以講宿命通 各位 講宿命通也好 或者講回光返照也好 其實是結照自性的緣起跟 緣昧的所言 所言 因何而生 比如說我今天跟哪一個師姐 或者哪一個師兄吵架 有功利的人 當下就知道這個是因 這是因果 今天我跟某一個師姐相同 很有話談 甚至於感覺很親 好像自己的家人一樣 這個也是因果 所以母娘才說 無因不相同 所有的因Bon 所有的因其都是因果 母娘會跟師傅說 無因不相同 今天這些青人 task 正在青人種到最後有因果嗎 有喔 你們說沒有喔 母娘都會說妳是去笑 我怎麼來 這 rappelle稍後 父娘都完全溢 birlikte交給我 這四人對你收到尾的人 都是以前明蘿祖師在老母娘面前 說我沒什麼時期要來殺佛世界度重生的時候 那個祖父菩薩跟老母娘說我要對明蘿祖師老母的人 既然如果是這樣的時候你們都是什麼 誠願而來這句話可能不要忘記 你們不是一般的凡夫 你們是菩薩倒架池旁而來 何謂倒架 倒架池旁的意思叫做誠願而來 叫誠願而來 各位了解嗎 另外一種倒架池旁各位可能比較不了解 在入定中跟入定中誠願在出定的人 那也是倒架池旁 所以師父之前不是有講過我的故事嗎 以前我在走這個鈴山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前妻身體 後來我女兒的身體 包括我的身體 我都覺得說我在走這條路 好前就是我 為了當初要求我的身體 我前妻的身體 我女兒的身體 所以我跟無人說 你這如果好的時候 我都什麼就要跟你做 在我的修情當中 我覺得是我是被一種被動的燕利 怎麼樣 牽著我走路 後來我入定的時候我才覺得完全不是 我入定的時候我才 我才覺察到我的三世因果 原來我真的是在母娘的面前 發言要來世間辦到的 我又問無人說 為什麼我在世間還尊到那些燕源 入了一個圓 無人說 因為你如果沒有尊到這個燕源 你已經迷失了 為什麼迷失了 因為我心裡做得很大 我又不是剛才的燕源 你要叫我做的生活 你這樣做得下去 這樣做得下去 我們去佛事 那時候經濟那種財產事實在驚六年 我實際沒有批評的意思 各位大家有做過種財產事實應該知道 我在在驚六年 各位你要知道說 我在在驚六年應該 經濟總統還可以 那時候我也這樣想 我去做佛事就好 人家的共養精 共養佛讀的 說得很大 是不是 原來不是 在定中你才知道你是成縁而來 那個當下你在定中的時候 你了解你的燕力為何的時候 重新再來 重新再來 那你整個人生就改變了 師傅也因為這樣子 開始會講經說法 變才無愛 但是如果你沒有定 那要啟發你自性的靈性 因為我們的自性本來就是一個宇宙的法身世界 也可以講是一切道的本源 那如果我們要傳法於眾生 我們自性已經入定到一個法界的時候 講經說法也沒有困難 因為本心就是道 所以六祖非靈性 你六祖當經說 自性藏真經 真經藏自性 才會講出這句話 因為我們的清靈性就是一切道的本源 就告訴你 復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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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古的意思就是 要找回本來的面目叫復古 會縮遠 明心見性就是縮遠 復古 性相近 如果你的十期如果是越重的人 你離開你的自性就越遠 我們的自性 人之之性本善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的靈性本善 自善自美 自真 但是因為來落入這個五祖世界的時候 沾到這個五祖世界的時期 所以讓我們累世所累積下來的品性 在巴士當中 讓我們離到越來越遠 所以復相遠 性相近 當你找到你本來的自性 本來的面目的時候 那你又離到越來越近了 所以人之之性本善 復相遠 性相近 其實也在跟你們說 叫你找回本來的面目 找回本來的面目 所以修行要有方法嗎 要有方法 千萬不要用靈修這個方式 盲瞎 盲目的修行 師父也是過期在靈三盤 驚非常長的一段時間 一個經過一個受人者 所以師父對靈修盤的一些經驗 可以說歷歷在心 也非常有經驗 要拿回 所以師父在說靈修盤的一些 他們都在做好事也有很多 但是這一日後他們都在蓋天作息 為了祖靈來領自己 辦到辦公室也蓋天作息 但是各位父親要注意 如果沒有人說三季物件 兩化三季物件來年時 緑道不準 那麼這個緑道包括天道 阿修路 人道 畜生道 無幾地獄 既然緑道的天道 阿修路 人道 畜生道 尤其是人道 畜生道是在地球 我們看得對 地球飛賣去的時候 人道 畜生道不存在 對不對 如果地球終將一場合戰 產生了康風節將屬氣天飛壞 既然這個合戰產生康風節 輸氣天飛壞的時候 各位父親 那麼這證明 地球飛壞那一天 氣天也是跟著飛壞 同時飛壞 而不是有前後 不是有前後 是不是 這樣還要讓你 修學修得很好 有辦法去專屬天道 還是人道嗎 所以有人很多說 我保持做那麼多做很好 我阿伯我再來做人也好 不一定要做神 有人說師傑你保持那麼多 你阿伯後出時 你會做好的人 這個地球飛壞的意義 我就會出事做人 你做人就做不成 不要說要做好的人 對不對 這樣無論你太多 你太多人做多少 所以你只要沒有敵度 只要力度不準的時候 無論說未來世界就是 全生亡種的時候 只剩下這兩條路頭我走 有救渡 認真 學渡 共修 共犯 會這樣 行渡者 先生 先到哪裡 服局 李天 天為宜 因為現在沒有做事在做主 肯定 如果沒有救渡 沒收的人 還讓你保持 起廟 起多大間就不好了 因為你的個性不改 你雖然保持很多錢 但是你的自信有沒有改 不但有的人不改 甚至有的人去道中保持金錢坐的時 反而師父自己走入明文立揚的世界 共郭我慢 反而布施是毀了你的靈性 福報有 師父 阿伯沒落到你福報的時候有什麼路由 搞不好你這個福報你就沒收 你去做出生道 以前出生道 你看看現在貴賓果有好命嗎 那有福報嗎 本來就是定四人收福報來 你不用懷疑了 你看一隻貴賓果有苦人在吃的東西 比較貴賓 注意到嗎 加一頭頭問 比你們家人去貴賓果比較貴賓 那天我們一個師傑 某一隻貴賓果在台南道中在辦公室 我們養社會師姐姐姐姐在台積電裡面可能來做工程師的什麼幹部 連收度不錯的人 對 拿這隻貴賓果 阿姨阿姨 你們這裡有冷氣喔 有我們輸的房間也有 我輸的房間也有貴賓果睡覺耶 對啊 是不是 如果我跟他開工 師姐你這隻貴賓果 我們來這裡快找冷氣 平常要怎樣 我都冷氣二小四都沒回答 我說冷氣很快就壞了 不然我為了他爭兩隻冷氣 這台穿完那隻 各位導致你們什麼人比這隻貴賓果比較好嗎 你們什麼人比他比較好嗎 對不對 那王英勤那些貴賓果也不一定這樣貴賓果 是不是 對不對 這樣以後沒有大嗎 還是出生道 有沒有 離開出生道 沒有 可是以後沒有出生道 各位要注意喔 剩下陰山蒂湖 剩下陰山蒂湖 這是惡靈 因為你本時沒有收招的時候 過日福寶做得很大 你這個六道陰的時候沒回答 那以後沒有六道陰就剩下第一陰 沒有斷的話 那你布施做再多還是第一陰 那這樣子各位 你的布施是不是有一點盲目 如果今天你懂得布施 要懂得修行這個布施才有意義 對不對 不會雙修 怕的是你只會懂得布施 不會修行 我們就錯了 所以事物都很希望一些 一些經濟上不錯的人在道場 如果有在協助道場 開封補私的這些道場 我都希望你們要求道 順利要回來 還比較忙 要多少回來 學道參道 我們這裡的道場 代表人都是有在 為了生理水源比較沒用 但是也都有在回到回來 在這裡 你看像我們房屋主委 我們不要跟你說 他們不錯的時候 你看起來他就是跟一般的道親一樣 對吧 我們家裡的家裡 家裡的家裡 家裡的家裡 台北市不是鄭家 所以說 你看他來這裡有架勢嗎 真的在修 我們開封也都贊助很多 你看他行李越做越好 但是他也有在修 這樣才有意義 這樣才有意義 你為了經濟好的人 你如果可以補習 不可以修 真的很可惜 你已經走入這個道場 甚至你的經濟狀況 你又懂得布施 你有那個善念可以 要去布施已經不錯了 但是不懂得修行 這唯一的可惜 而且這個可惜是非常的可惜 為什麼 因為靈魂沒有解脫 那是不是非常的可惜 大家清楚了吧 所以修行要達福費雙修 所以我們在修禪 在入定當中要去回光返照 結照你所謂的緣起 緣妹跟所緣依緣 是從何而來 從何而來 然後要把握當下的所有的因緣 如果有錯 如果有錯 要能夠忏悔反省 如果是好的 也不要攀岩喜多 有些人 你好好的人 想過攀岩喜多 譬如說 廟金師姐 每次都會拿東西給我吃 我就當時我在那裡 廟金師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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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我來 不然來說 很可惜 他們來都買東西給我吃 是不是攀岩 虽然是好人还是攀岩 攀岩有没有执着 执着不分善恶各位要注意 所以禅宗有讲一句话 清静心的世界 善恶皆不执着 方为清静心 对不对 那师父刚刚刚解说 攀岩是不是一种执着 执着善跟执着恶 同样都是执着 都是毁坏清静心的因 都是毁坏清静心的因 所以在回光返照绝照自信的时候 要去判别所有的因缘皆不执着 要能够判别到这种程度 你的自信才真正的稳定 所有的因因果果你都参照到的时候 你都要放下 比如说我今天跟资金两人起一个恶元 对吧 你有修行就知道这个是全是因君事果 对不对 所以你在禅定的时候 你都会这样 我今天给他打一个 他今天给他打这个我很想起 禅定的时候才知道 他正式人给我摸几十个 他现在也只要给他打一个而已 还好我还缺他九位 所以你刚才要小心 那九位不是当时要害他 所以你要随时跟他结合缘 那九位就再给你打 你还继续跟他结合缘 那九位就再给你打得厚 甚至加倍我害你 是不是 因为你的结业结业生 你参照了这个恶元的时候 你知道这就是正式人这世故 我还要注意 今时我给他求这么累 这就收我求就不要紧 我忍修忍入 把这个因果转为善严 这样阿伯爷会再给你求 没有 没有 这就是化解因亲在主 了解吗 这就是真的化解因亲在主 因亲在主不是都死的 在安亲在主 不是那高文 要过来小学这样安亲在主 安亲在主最初出力 你了解吗 师傅在处理应该是很简单 刚才你们家在安家 我也要打得很忙 对不对 是不是 那个盘主理没有 说什么对 说什么不对都不对 我现在如果说的妙生比较好 你不对的时候 对不起就说了 师傅都比较疼妙生 对 因为他都会买东西 要吃 不然是他观察多 没有可能会去生出来 会不会 所以人是非中 因果就是非利率不断 所以我们修行 要懂得断 能够在与人相处之间的一些因果 这个才是真修行 如果你不会去断这个因果 其实你说你在修行还是盲目 找不到真正的因 对不对 也没有了解 也没有了解 也没有了解虚空本是自然之法则 是不是 有因必有果 有因必有果 所以所有的事情 只要你参透了 你就开悟 你明白一切因果了 明白一切因果 你不散的时候就开悟了 是不是 你去参就奥远了 这个孙子怎么对我那么好 我参就 原来定四人给我吃那么多 不过这次一直陷阱我 所以我现在赴到他 孙子 我告诉你 我当时在宣传中看到你 当时人欠我多少 你现在 每天每个星期来都要买什么我吃 所以你没关系你就乖乖买我吃 他本来买给你吃是很高兴的 听你说这样 回去就感觉阿爸不买给你吃 因为他没了解他不过 他会感觉说 我买给你自己的家当作应该 是不是 会不会断了这个因缘 断了这个因缘到底好不好 不好 这样了解 所以修行人也没有福报 有 但是也有苦业 所以苦跟苦都同时存在 对不对 当一个人 就算你富贵 金钱不缺 会不会有身体上的问题 不管什么因缘都有苦受 有苦受 修行人我们讲有热色跟苦涩 我用台语说你们听得有 不然热色你们都笨色 说六受跟苦受 这样听得有 所以师父刚刚讲 色空同时存不存在 存在 六受苦受你想过程当中存在吗 存在 只是你懂得处理 懂得消化 懂得转念 那所有的乐与苦 自然就会活在当下处理 所以灭与当下 生与当下 灭与当下 所以修行人你可以做到 生与当下灭与当下 就是引起星空 就是引起星空 所以六受苦受 在生活中你整体都会赌到 但是千万不要执着就是灭与当下 灭与当下 但是也不要去逃避他的存在的事实 这样了解吗 修行人要去逃避他存在的事实也是错 因为当你要去逃避存在的事实之后 你要收一个房去编造他存在的事实 那你的内心是充满了什么样 妄语 对不对 一个会讲妄语的人 你知道内心有多挣扎吗 各位你如果是一个 很有良心的人 你想一句话要去骗一个 你很良心的人的时候 那时候你的内心有多挣扎 你知道吗 你就是这个经过吗 有 所以你不要妄语很简单可以讲出来 有时候当你要去讲一个妄语 骗你对你很好的人的时候 自己内心是充满了挣扎的 各位你知道吗 这个挣扎足以坏掉你的灵性 足以坏掉你的灵性 对不对 所以要能活在当下 处理所有的因缘 这个才是真修行 观众清楚吗 所以我们在想散步 要对初级开始学 以这个所缘去专注 然后培养到绝照的 这个静态的绝照里面 去观察所有的所缘跟依言 慢慢的才能够化解你所有的起心动念的 所谓的因因果果 先把你内心所起心动念所造成的众生给度尽 再来讲离开你身体的众生 我们再来度 这个叫做自觉 当你内在的自心 你起心动念的众生度晚了 简单就是清静 叫做度晚 大家了解吗 那你已经自觉 明心见性了 你当然有资格去 为众生怎么样 讲经说法 这样各位了解吗 那各位灵修道场 有没有这种 有没有这种修行的见地跟成果 几乎百分之九十九是没有的 是没有的 各位要了解吗 所以说我们就算要就 从这个 我们本身有灵媒体质的这些道清 就算你们迫以无奈要走路修行 也要找对法门修行 也不要只落在神通迷的世界修行 这样就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这要各位提醒一下 好来请合掌 来 感谢替 今天也不能夹 到此去接线 难无命的佛